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魏陵宫篇第39节 子曰有教无类 有,手里把握了,手里得到了,手里这个,不是空的,称之为有 教,教就是与别人分享,或者向别人传授信息,或者分享传授知识,感知感悟 教,和学相对学士搜集,接受,教是授予给出 那么,无,无就是两手空空,手里头什么都没有,没有,无 类,类就是指外形,外观,相似,或者接近,差不多的植物,或者动物,称之为类 所以,类呢,有相似,相同,差不多的含义 那么,有教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人,感觉,有一些知识,信息,感知感悟 就要跟别人分享,就要向别人传授,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这个,感觉 那么,当然了,就是说,有新知识,新信息,符合,就是符合真理真相的东西 那么,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感觉到了,那么一定要,还要再有一个尺度,去卡一下,就是,无类 无类是什么意思? 那没有,这个,差别 都是同一类,那么就是无类嘛 那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平等 没有差别,不就是平等嘛 那么,同子,用这四个字,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有,要跟别人分享,传授,知识,信息,感知,感悟的时候呢 有这样的感动,那么一定要考虑一下 你说,我们所有这些,信息,知识,感知,感悟的核心,的基础,是不是符合平等观的原则 就是,符合平等的原则 反观来讲,那么,有类无教 如果有平等上,像矛盾,有这个差别,不一样 高低,贵贱,贫富,等等吧 这样的区别 那么,你就不要去跟别人,所谓的,去分享授予 不要教别人这样,要教 就教别人平等,符合平等原则的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 那么,再深,就是浅一点讲吧 那么,就是说,要一种宣传,人有三六九等 人高级,动物低级,食物更低级,细菌,病毒,鱼翅 有贵族,有贱族,有贱民,大家不一样 有的人尊贵,有的人下贱 这种思想,这种文章 说的人,要谨慎 那么,看的人就知道,这是不符合真理真相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原则 所以呢,说,这个佛教在中国,这个 发扬光大 那么,当然,在孔子那个时候,没有 其实,也是源自于我们老祖宗的一些对 这个世界的感知感悟,信息的 绝取,认知,那么,为基础的 比如说,人要有天言,佛言,慧言 那么,等等吧 这么意思呢 就是你拿平等,完全一卡,符合平等的 那就是符合真理真相的 因为平等是这个世界,或整个世界 物质界,非物质界,非物质界,非物质界 所谓的三界 这一个总原则 这个是绝对不能变 必须平等,不平等 世界也乱套了 大家自己慢慢就平 那么 反过来讲,有类 无教 你有分别的,就不要就跟别人去 讲,说白了 说好听的呢,就是 瞎子领悟,自己也不明白 说不好听的呢,叫断人会命 诸心的,你告诉人家 哦,这个东西是有分别的 叫人感觉是对 结果一辈子,就生活在一个 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 连根都认识不到的 那不是浪费人家的肉身生命吗 就把别人的心给杀了 这个呢,一定要谨慎 那么孔子用咋咋的四个字 告诫了我们这些后人 一定要谨慎 有教,一定要符合平等观的 不符合平等观的,千万不要去讲 这个呢,当然了 欢迎各个人对号如座 是不是这样的 对着号入了座了 那么就按照孔子所讲的去做 有教不累 有类不教 好,这一节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